胡琴啦 月琴三選都可以不倒 他是柯明峰老師 現在是不是榮榮兄 認真的歌詞邀請我們寡老師 老師好 我見面看人家覺得你很嚴重 謝謝 你要沒開始 我就先唱出來 沒了沒了 因為我沒看到 黃老師真的齁 什麼樣的傳統的歌曲都可以不倒 而且他真的是喔 怎麼樣子的節拍 怎麼樣子的音律啊 他都是非常的厲害 老師 今天是第六年來參加到我們台語記名字 你有什麼樣的感受可以跟我們分享 我說我也可以像後面要表演的楊老師一樣 剛才月度阿嬤一樣 我們到八九十歲的時候 還可以繼續參加這個多年 喔 一定可以耶 對不對 大家齁 每一年只要去遵循參與一些健康檢查 定期追蹤 我們都可以齁 還有三檔要正常 三檔有吃嗎 有喔有喔 我也不會啦 我只自己吃 好 這樣 老師喔 接下來齁 還是要問一下 您對於我們傳統文化的團成 這件事齁 現在年輕人來說 不是說要學人塞啦 學人人流 還有過去 傳統的過去 大家好像比較摒棄掉我們自己本身既有的文化 都在學他這個外國人的東西 那你對現在年輕人出現你的斷層會覺得煩惱 這說煩惱當然是一個啦 包括我們自己關心裡面的所有的藝人 我們關心的藝人 真的是很基本的 那問題是說呢 他所出現的時間 沒有比到我們這個陳明璋老師這些的藝人 每天的 我們只有演出的時候偶爾才看到 演出的陳明璋老師這些 每一禮拜有幾個班 大家在這裡練習 這就是要學生 讓人家很感動的 我們自己保證 其實是因為 一個人出去多少錢嘛 對不對 那增加一個樂器 就要增加一個錢 所以呢 樂琴呢 就認為不太重要就砍掉啦 那是阿咪 所以很可笑 所以咧 再加一點錢吧 沒有錯 大家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今年如果看到說 有人拿一隻樂琴在你旁邊 但你發現樂琴你沒有裝錢的話 你給他投進去 不要懷疑 因為我們說真的 我們大部分呢 都是靠自己自主 我們這個 陳明璋老師 我們這個台南樂琴明環協會 真的就像自耕農一樣 經費的補助很多 對很多 不如我們自耕農 比較快 所以我們要是有看到 今年還有一支這個貴金 來不可以賺錢 有嗎 盡量賺錢 包可夢不要丟進來 要元寶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這個岡平鋒老師 要帶來精彩的曲目 老師你今天要 要做什麼曲目 我問到 特產外 勘水牛 勘水牛 對 勘水牛 跟這個 長期五點五點五點 喔 喔